哈囉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風雷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我們今天是吞噬天地的改版 天啊又是一個月過去了 其實上個禮拜也有啊 可是最近暑假的東西 好沒有新武將就有點懶得講這樣子 對我個人這個人對武將還是比較有興趣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首先是他終於新增了二階工程器跟二階兵種 不過這個我真的不是很懂 因為我以前在玩的時候已經沒有這個記憶了 我可能在這之前就已經退坑了 好吧聽說很猛啦聽說很猛 聽說這樣開下去之後成戰會更快 對可能是只要幾回合疏忽的話就結束了一個成 強化版的木蘭強化版的弓 欸這有變好開一點啊 但前面都掛一個東西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原本是木頭的嘛對不對 變成一個牛牛頭 聽說這台很痛對好 那刀車黏奴車巨型投石車 可是這人家都沒用大家都送衝車對不對 然後神劍塔 真的是有點可憐的功能 我覺得吞食的那個叫什麼 吞食的工程有點算是被閹割版的感覺 他沒有做完全對 雖然說他有進化或什麼的 可是感覺就一半就一半 輕裝小將、進裝小將、仲凱小將跟強甲小將 應該都是放最後啦 應該是不會有人做前面的這樣 讚 OK好來然後是關閉端午節就是那個冰罐嘛 還有泳裝燕吊血 然後這個我很像也是完全沒有參與了 對然後再來是夏日慶典活動part2 那這個我part1沒有解天啊 這樣是不是很好 好接著呢是夏日大作戰 消耗一張夏日慶典門票可以挑戰泳裝大橋 欸他還沒有講就這裡就先透露了 好吧這次的新武將應該就是泳裝大橋了 然後可以獲得一個歡樂幣 打一次可以獲得一個 然後每天給你六張 所以每天有六個那還不錯 然後總共是十四 十四天 所以總共會送你八十四個 欸八十四個然後可以打八十四次 然後消費送呢可以額外拿到 你要花錢才可以 然後再來是領取一樣嘛 打幾次就可以領到獎勵 那這邊是舉例就我們挑過來看一下喔 好免費送的話會送到八十四次 等於是要到最後幾天才可以領到這個 對那今天大家應該都是要這個 好我們等一下再來算一下給大家看 那泳裝大橋呢我們等一下進去看一下 看到底值不值得啊值不值得 好接著是最重要的夏日大作戰的部分 我們可以直接從活動夏日慶典 然後點下去按立即前往 就會到了咱們的泳裝大橋身邊 好跟他講話就可以了 什麼東西掉到地上是菜蟲嗎不對 夏日門票 好他會給你六張門票啊 反正就是要講才可以 他要講才會給你 而不是說直接寄給你這樣 好然後呢反正講完之後他會給你六張 六張這邊有寫到六張 然後就直接跟他打吧 反正這是免費送的一定要打一定要打 對沒打一次就等於是少一百元寶 少花一百元寶 等一下就知道為什麼了 好這邊還有一次嘛對不對 我們把它打完好了 好打完了拿到六次的 然後就拿到六個歡樂幣 反正不送不用白不用OK 那這個地方打完的話主要是這個東西 這個叫這個叫達標獎勵 這個很重要這個很重要 對因為我們這一次這個有活動有bug嗎對不對 我們主要是要拿到這個東西 然後一次可以拿四張 所以只要十張就可以滿等 所以只要在前三天內拿到的話 欸就可以滿等 而且還多出三張來 OK好那詳細的計算我們等一下再說 再來是最重要的新增武將泳裝大橋 以為賣妹子我們就會買單是不是 所以泳裝小橋也不遠囉 好來泳裝大橋全新武將風俗性 他本來大橋本來就風俗性 小橋是地鼠這樣 一轉技能裂風彈風之戰衣 風之戰衣加敏 龍卷繼續風是打六人的 他本來就一轉就對了 喔對他有說他本來就一轉 然後二轉技能呢 裂風彈風之戰 啊不就一樣 他就多一招全體技 就 好對 然後多了一個覺醒技能 海豚守護新技能 要二轉六十等一樣 對這種新武將都是要二轉才可以學到專武技能這樣 不是專武技能 覺醒技 好海豚守護是什麼 全新技能 對我方一個人施放被施放角色受到的傷害減少 然後並暈眩使近身敵人 使近身技能的敵人 暈眩回合數 喔 並暈眩使用近身地 喔 欸那這樣不錯耶 我昨天好像覺得還好,我以為他是反進,結果他不算是反進耶 等於是反暈 反暈,那這樣不錯喔,那這樣不錯耶 對,因為等於說我不管用什麼技能 只要是近身攻擊打的,我都會被暈 唉唷,唉唷,那這技能也蠻不錯的喔 因為吞食沒有這種技能對不對 要的話頂多就是零進,可是零進的話是你用 定技去定人,然後才會被反定 如果我用普攻攻擊的話,零進是沒有用的 喔,等於是 還不錯,真的還不錯,可是他只能一人 一人,好也夠了,原本結界就已經夠OP了 這個技能真的是不錯,如果按照他這樣講的話 然後他減少傷害呢,我記得有觀眾說是 70%所以也算是夠用了啦 對,70%也很扯,可是不知道如果是被 那個法師技能打到的話,會不會也有減少 還是說法師技能就無視,直接會被打到這樣子 好,那接著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 就是他出了新武將,泳裝大橋 就我們剛剛打的那一隻啦 對,然後這是泳裝大橋 一開始就是一轉的樣子啦 所以我們就點去看一下 他的智力是133敏捷 誒,致敏體跟能有點近 那這樣體大高的話這樣就不會走 可是正常來講這樣玩的話 那種特殊武將應該都是要玩名才對啦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匠星 點下去看一下 好吧,我覺得他自從新的武將只要是女生 很像都是走這一套的對不對 從那個艷雕雪二轉,然後二轉巡彩 很像都是這樣子齁 好,那他的智力有到174耶 基礎智力有這麼高喔 所以他是,有這麼高喔 然後他是全體攻擊性嘛 可是他沒有練攻擊,所以他只能普通攻擊而已 哇,這樣有點難 可是海豚守護他這邊有講啦 對,是說 只要用攻擊他的人都會被暈 對,都會被暈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百分百暈啦 如果是的話那真的是有一點強 雖然說只能一次 對,只能一次之類的 好吧,OK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還行啦 還行,如果有的話 但是 我應該是不會 我應該是來不及 應該是抽不到啦 我應該是抽不到 然後他唯一有用的應該就是這一招了 就是這一招了 其他如果沒有抽到這一招的話 那應該也沒什麼 因為風情的一名諸葛二轉就有 而且他還沒有青龍 對,那就見人見之龍 好,再來是全新卡片組合 這個大家就知道了對不對 因為他有那個公告都出來了 那就是大家盡量收集 那我等一下再算給大家看 這樣子 好,夏日七月簽到 每天都要登入 然後領取登入第二天 一樣就是 就是零 就是零 卡片 都送隨機抽獎券 然後再送一個卡片包 也不錯 也不錯 反正送的就是該拿好不好 該拿 那消費送是指消費指令 就是剛剛那個打大橋的嘛對不對 我其實昨天就要PO了啦 結果昨天在看那個時候 真的是算了很久 然後就突然發現自己可以轉身了 那我就去轉身了這樣 所以這支影片今天才出現 來消費送是消費100元寶可以打一次 好,那這個 對,等一下進去算 然後儲值送呢 是儲值100可以獲得一個正星寶盒 正星寶盒可以獲得卡片 然後重點是這個禮盒 重點是這個禮盒 然後等一下看一下禮盒可以換什麼 那 活動兌換 禮盒就是可以給你換 200元寶 兩個200 如果這樣子的意思就是 是加倍 可是他這邊還有一個正星票券加禮盒 一個 就會變成200 這樣的話就是三倍 對,三倍 如果按照這樣講的話 三倍可以儲值七十次 每一次是 就是七千元寶嘛 七千乘以三就是兩萬一 然後這個是一萬八 然後乘以二就是三萬六 所以全部儲滿 全部拿完的話呢 可以拿到五萬 五萬多 對,五萬多吧 還是四萬多 好,差不多 反正這個數字我是不會儲 我是不會儲到滿的 不對,我根本沒有儲 這次活動我根本就沒有儲 OK,好 然後那邊是武將兌換 就... 好,接著是這一次有的BUG 就是咱們的夏日風情 然後它是智力加4 攻擊加4,敏捷加4 我記得 它是不是都加2 對不對 所以如果到滿的話 應該是智功敏都加22 對吧 應該是這樣子 反正之後點了就知道 反正它的1呢,是永遠都是1 所以到10等只要10當卡片 這一定要拿到 這一定要拿到 連我分身都要拿 OK,好 那夏日7日簽到呢 反正就免費送你嘛 不拿白木啦 對不對 來這邊就是 反正就是送卡片 就送卡片 然後最後再送你一套 再送你一套 再送你一組 所以不管怎麼樣 至少都會有等級1 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部分就是 三倍券的部分 我這次好複雜喔 這次的東西 然後呢 他要用正星票券才來換 那正星票券要在哪裡呢 來,我們再去回到 打標獎勵的部分 每天呢 如果只要打一次就好 他每天會送你5張 對,所以這個活動可以打14天 所以總共會送你70張 對,剛好70張 所以如果全部換完的話呢 就是70次了 對,就是給你了這樣 70次 等於是說我要儲7000 打每天 第一天有打 反正他送你 這一定會拿到 好,你只要儲值7000 把這邊換完呢 就會是14000 所以你儲值7000 總共會拿到21000元寶 對,如果是這樣講的話就沒錯 先不管加倍那個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那是儲值元寶數量 還是儲值台幣的數量 對,我們先這樣算就好了 中間有物我就不負責了 反正大致上是這樣子 對,如果全部拿滿的話 這邊會拿到21000元寶 就是包含你儲值的錢 那這邊會拿到36000元寶 所以你全部儲值完的話 這邊要儲值7000塊 這邊要儲值18000塊 所以總共要儲值25000元 你就可以全部拿滿了 全部拿滿了 25000耶,天啊 我不知道他是25000元寶 還是25000塊台幣啊 對,好,已經不可考了 因為我沒有打算儲值的意思 好,來,我們繼續 然後接下來是夏日活動九宮格 發現這個大橋還真香啊 好,不管 那夏日七月活動簽到 就是那七天的簽到 抽卡片應該這些都可以正常 如果有打大橋的話 或是直接去買的話 應該都OK 那龍拳經驗就是周六的那個東西 完成任務呢 就是這一次的特別任務 對,我還沒有去完成它 OK,那單人副本 多人副本 應該大家都有東西的話 應該是很好,很好拿到的 很好拿到的 這個應該不是問題 然後拆禮限時手 這一次又有專武技能了 朝偉大將專武隨著 就上面這幾個嘛對不對 夏侯敦夏侯淵 徐晃徐哲 徐術徐哲 好,那朝偉大將隨著手 一樣一樣都一樣都是要花錢 好,那最後是本次的專武 不過這一次的專武實在是有點憤啊 憤到沒有新技能耶 對,可不可以這算新技能吧 絕容殘日還是之前就有了 我已經忘記是誰拿到了 反正就應該會比較強啊 如果到無等的花傷害應該都會很痛 對,正常而言啦 正常而言啦 那這個是誰 夏侯敦 然後這個是徐晃 鳳凰祝福 攻擊力上升 那這個是徐術 徐祐 徐哲 好,也是鳳凰祝福 攻擊力上升 那這個是夏侯元 好,絕容殘日都一模一樣 這次怎麼有點沒誠意的感覺 然後商品上架 黃金帽刷新定 為什麼這個時候要上 五級羽毛 這會有人買嗎 對,然後再來是非洲獅福袋 好,等下大家就知道 然後熱艷造型 我們好,等下進去看就知道 好,然後接著是商城上架的部分 這邊是非洲獅新 這新的嗎?應該是新的吧 還是說這個才是新的呢 我覺得狐猛 狐猛好像之前出現過對不對 好,那再來是造型的部分 來,咱們就看一下造型 先看男生的造型 這一次是熱艷系列 呃... 這個什麼東西 呵呵呵呵 這個什麼東西 太陽環 好吧 頭髮是還蠻帥氣的啊 身體也蠻 蠻雄偉的啊 腰帶很像沒什麼動 腰帶 腕部 然後看起來是腰帶 喔,護腕 喔,護腕 看起來像腰帶 腳的話還... 腳的話就還好 對 好,腳的話就還好 對,那前面這兩顆 欸,前面這兩顆到底是什麼東西 喔喔喔喔喔喔 前面這兩顆是身體的喔 唉唷唉唷唉唷 那死神系列是之前的嘛 對不對 那這次也是 這次送的 如果有要拿到的話 是可以拿來 是可以換到這個 好,那這個人家 這個人家蠻普通的 也是 之前的那一次 那紅帽小人啊 是波波那一套嘛對不對 OK,那咱們去看一下女生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女生的造型 呃,女生都真的比較漂亮耶 呵呵 不過這個武器我還真的不懂 我還是真心不懂 但是服裝不錯 頭髮也超美的 其實我蠻喜歡這種髮型的 那手腕跟腳就一般般 普通普通那死神 唉唷 唉唷,難得 難得還蠻醜的 呵呵呵 這個身體 不是好看 他頭髮其他是蠻有個性的 但是這個身體 OK OK 那夏日造型 還行啊 還行啊 頭髮蠻美的耶 天啊 OK,好,來吧 好,那接著是本次最重要的 我們要怎麼拿到那Bug班的十級卡片呢 好,這邊主要呢 是可以不用儲值就拿得到的 主要呢就是要拿到最低限度 最低限度 如果你一開始都拿到114的話 那就無所謂了 對,最低最低最低呢 要花掉3800元 要花掉3800元寶 先,我不管 我不管好禮兌換這邊的 這個是怎麼換的 如果這個要再換下去的話 會比3800元更低 好,不過因為我沒有要花錢的意思 所以我就只換說我要消費多少 你希望我這邊消耗到4200啦 不過都是因為抽卡的關係 好,那來看一下吧 我們要110次嘛對不對 這個活動是在28號截止 所以我們要在28號的前三天 就是26號之前 要拿到110次 這樣我們就可以領到三次的那個卡片包 那怎麼說呢 那接下來怎麼做呢 很簡單 我們只要一個一個把它算出來 從15號到26號 每一天可以打6次 所以這邊加起來呢 總共會是72次 這邊總共12天啦 對,12天 包含26號當天 所以我們只要再加上38次 就可以達到110次 之後的26、27、28 每一天都可以領一次 所以呢我們只要消耗掉3800元寶 就好了 就OK 那如果你要儲值的話呢 那就自己再算一下吧 對,因為這邊還可以再換更低 或是說你每天都可以領到五張的正星票券 再去換成元寶之類的 會更便宜 而且會更省 對,所以可能不用儲值到3800 我自己隨便算一下 我隨便想 大概2000塊以內應該 2000塊左右應該就可以拿到 不想儲值了你呢 每天都打 只要花掉3800元寶就可以了 好,那我是別人不愛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加小鈴鐺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囉 連結就在影片下方 如果想要跟我聊天 或想要跟我一起玩的話 就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很少出現就是 也是很熱心 我們下次見 再문ですね 吩咐 跟居咖,在一起 我們下次見 有 consum事 不要緊 我們下次見